2023年初,一家成立于美国波士顿的对冲基金 悄然将总部搬到了深圳南山 创始人泰勒·欧根 当时悉数受出特斯拉股票 开始大规模投资比亚迪等中国企业 引发外界关注 一年过去,对于在异乡扎根 泰勒有了更多的认识 在深圳,泰勒最热衷的就是尝试新事物 他时常会见到无人驾驶汽车在路上进行测试 愿意为前沿科技产品买单 而从家里到公司的十分钟路程 他还喜欢取到深圳人才公园 使用无人机外卖服务点上一杯咖啡 对泰勒来说 只有自己实际体验了产品和服务 才能够更好的做出理性投资的决策 在泰勒的办公室里,放着一张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的肖像画,以及一件印有比亚迪Logo的功夫,泰勒告诉我们,他十分看好比亚迪。 2023年,深圳新能源汽车产量173万辆,位列全国第一。根据计划,到2025年,这一数字将达到200万辆。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驱动下,深圳已经站在汽车制造的风口上。 是的,它完全是一种新的转据。 它是一种新的转据到车瓶的车瓶,而 Shenzhen正在车瓶上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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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瓶上。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事与我们眼前的事发生。 所以我们下车瓶,非常非常高。 刮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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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刮。